我們家算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弟弟自己是東方命離師 我親弟弟 妳弟弟耶 對對對 然後我自己是走西方的那一塊 這是塔羅嗎 塔羅也會 但是我比較多是身心靈療癒 我是阿卡系閱讀師 所以我們家其實蠻有趣 算是一個女巫跟道士的家庭 很屬靈耶 一家人 這邊應該坐那一隻 這邊椅子下 OK 很好坐 OK 然後那幾年前發生過一件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當時跟那個男友在男友的車上 然後那陣子車子常發生一些怪事 就是可能儀表板會跳出一些奇怪的訊號 比方說什麼冷水箱有問題 然後或者是大燈壞掉 可是我們去檢查就是 車子完全是OK的 就是檢查不出來有什麼狀況 可是它那個訊號就是會一直跳 就這裡壞那裡壞的顯示這樣子 然後那陣子車上常會有一個很高頻的聲音 可是我們都覺得可能那台車已經二十多年 就是也是老車子了 就沒有怎麼去理會它 然後那一天是我們要去做一個活動 應該說我要辦一個活動 所以我提前去那個店裡面廠刊 就把車子停在店門口 就不到三十分鐘的時間 結果我們一出來的時候 右前方的輪胎是整個完全泄氣了 就是爆胎了 然後後來當天晚上我就做了一個夢 我夢到呢 我在夢裡跟一個我的朋友有約 然後我從男友的車子下來之後 我那個朋友看到我就說 我就想說我趕快先找我弟補一掛 因為我弟補一金補掛非常的準 對 然後他就說真的是有小女孩 而且他看到的掛像是其實 如果不趕快處理是會有一點嚴重的 他說他就請我趕快去找老師處理這件事情 那老師就跟我講說可能是 我們開車經過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可能剛好在那邊 他就是上車了 可是他其實不想待在車上 他想要離開 他想下車 但是他走不了 所以一直用各種顯示 想要讓我們去注意到這件事情這樣子 後來那個老師跟我說 因為他的部分 他要用的方式 需要做一個很複雜的法 因為那個老師我也認識其實滿久 因為換輪胎好像只要兩三千 原來就是輪胎壞掉而已嘛 就是跟他合謀共處就好了 換輪胎沒有兩三千 哪一天輪胎水井會爆掉 換四輪差不多兩三萬 對 然後那時候 可是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費用實在是有點太高了 然後因為當時男友 他們家也有認識的公廟 想說那再去公廟 問問看公廟的公主 有沒有辦法處理這樣子 然後就處理完 可是那天我不在 但是他處理完之後 我們後來車子又是持續的 還是沒有解決 就是一樣各式各樣的問題 持續出現 後來我就是有去遇到另外一個老師 然後我就by the way 跟他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跟他的菩薩 對話了一下就說 那沒事 我給你三張符 那你只要去照我做的去處理 那這件事情就會OK這樣子 然後我們真的就照老老師說的方式 去做了 然後那天做完之後 要下家裡停車場的時候 那個警示燈又亮了一下 然後我跟我男友就對看 然後可是我當時心裡有一個 感覺是 就是我覺得他在跟我們說再見 就是謝謝我要走了 那一次發生之後 果然事情就在 就好了 就好了 然後我有在跟我弟弟在確認 就是事情是處理完了沒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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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